我是台灣傳媒中華時報記者林國華 今天專程來到嘉義 來訪問我們樂意皇家度假飯店的 我們副總經理 副總豪 你好 那是不是來跟我們 簡介一下我們樂意皇家度假集團 目前大概在嘉義這個地區 大概有多少這個遊客 或者是在這裡度假 還有在住在我們飯店 還有使用我們這個婚宴會館 大概是多少一個一個情形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 其實我們樂意皇家度假酒店 在嘉義已經六七年的時間 我們房間有兩百四十五間 然後我們嘉義地區也算是房間數一數二的 比較多房間的其中之一的飯店 然後我們家有婚宴會館 而且我們家有一個跟其他飯店不一樣的 度假室的婚宴會館 因為飯店大部分都是在飯店裡面 都是高樓大廈 可是我們剛出創立的時候 我們這些老闆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要不一樣的飯店 度假室的飯店 好像在家度假的感覺 這樣的特色 所以說我們就特別成立我們樂意皇家度假酒店 所以我們蓋的樓層沒有很高 可是我們佔地有五六千坪 算是蠻大的 加我們的停車場也有五六千坪 所以說佔地非常寬廣 對 給大家有比較寬廣的感覺 對 而且大家住起來很舒服 那目前 在這裡你們辦了這個婚宴會館的話 是 大概的話 你有沒有 大概感覺上已經差不多 總之已經促成了大概多少隊的一年了 那個 一天有時候有五場六場 所以說幾年下來已經促成非常非常多隊了 而且在我們飯店裡面 我們特色也是我們的餐 還有我們的房都很漂亮 而且很舒服 好多人到我們房間以後都會想結婚 為什麼 因為它很舒服啊 心情就愉快 求婚都很容易就成功了 真的喔 來有說是度假在這裡 求婚成功了 所以就在這裡集辦了 這個相當好 那我們的宴會館 你們這個餐最主要的特色是大概屬於哪些的特色 我們算是因為我們是四星級飯店 所以我們都是比較以月菜 比較最高檔的月菜 月菜 為基礎 當然我們有很多的海鮮 紅蟹 黑魚雞什麼也有 兩魚什麼也有 就是說 參票不一樣 結果就一定不一樣 是是是是 好 那這個非常感謝你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很高興來到這裡 能夠嘉義有這麼好的一個四星級的會館 我相信我們這個慢慢這個恢復觀光 疫情結束以後 會有我們台灣的人很多人來到我們嘉義 也有更多的來自於整個東南亞的人 會來到我們嘉義 因為嘉義非常有名的阿里山 到了阿里山參觀完 不用到回到台北到台中 我們在嘉義這裡有這麼好的一個四星級的飯店 度假飯店 所以你來了以後 以後還會再想要來 那如果是剛好來這裡的 也不錯 這個年輕的人 剛好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景觀的話 能夠促成一年 在這裡的話 回來在這裡結婚 這相當好 那我們這個餐 非常頂級的以越菜為主 加上台灣的這種海鮮的特色 相當好 那所以大家可以分享進一步一下 來進一步搜尋 我們這個酒店的特色 今天呢 很高興 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你 謝謝 感謝感謝 謝謝 謝謝 腳道